晚安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11月10日星期二的天下新闻 18个共和党的执政州市提出了整个推翻评价健保法案的诉讼 今日在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之后 包括了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在内的多数法官都倾向予以保留 而总统特朗普与拜登不仅仅是对评价健保法案的立场是互相对立的 拜登入主白宫之路也遭到了特朗普的诸多阻扰 未来还有更多的抵制举动 政坛注定不平静 11月10日 美国最高法院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废除评价健保法案 至少五名大法官包括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大法官卡瓦诺 都表示他们将投票反对共和党执政州对评价健保法案的最新挑战 建议该法案中的个人授权部分违宪并不代表着整个法案需要废除 最后很可能将大部分内容保留下来 其中包括影响数千万美国人的保险费补贴 评价健保法案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最大的政治遗产 最高法院将于明春之前宣布最后裁定 正全力向入主白宫过渡的拜登团队 在今天召开发布会历称评价健保 而昨天也发布了上任之后对抗新冠疫情的团队 以及计划采取的系列措施 显示他在对抗疫情上与总统特朗普的巨大差异 最近10天全美新冠病毒新增个案超过100万 短短10天内数字从900万增至1000万 疫情扩散速度正在加快 拜登团队全力推荐新政府的工作计划 明年1月上任之后将会推行全国的强制戴口罩 增加检疫以及有可能关闭全国 还将成立抗疫顾问委员会 以及美国重新加入世卫组织 但是特朗普至今仍未宣布败选 拜登团队的过度努力 遭到特朗普政府的全面抵制 虽然大选计票结果对特朗普不利 其翻案计划也相当渺茫 但特朗普不但积极扩大开展 在计票方面的法律诉讼行动 也全面封杀拜登团队的过度努力 即便对自己团队不中者的清洗 也毫不手软 9日一早 特朗普就在推特宣布 开除国防部长艾斯伯 由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 代理职务立即生效 媒体报道 这波清洗不会到此为止 这将为拜登筹备新内阁的政权交接过程 制造更多麻烦 而由特朗普任命 为有政权交接资源的联邦总务署署长莫菲 也为签署文件确认拜登当选 拜登团队无法获得规模 约达990万美元的过度资金 同时拜登与情报机构和其他部门官员 会面的日期也被推迟 拜登团队已经组成几百人的工作团队 全力展开过度失疑 因此准备对总务署采取法律行动提告 虽然周二为止拜登在总统大选中 获得历史上最高的7645万2220票 并掌握了入主白宫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 但特朗普也获得了7155万1043张选票 如他所言 是在任总统所获得的最高选票 看在超过7155万选票的巨大资源上 共和党高层目前站在特朗普一边 副总统彭斯9日表示 一切还没有结束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则表示 特朗普百分之百有权挑战选举中出现的欺诈 司法部长巴尔就向全美各地的联邦检察官下令 如果掌握明确的选举舞弊具体指控 指控内容经查核为实 可能影响该州的选举结果 就可以展开调查 CNN指出 特朗普政府的抵制行为只不过是开始 在明年1月20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前 美国将面对现代政治史上最疯狂的72天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